好同学们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第五课的学习了啊 咱们在上一节课学调动情绪的时候 说到表演者要依靠想象力 在内心呢构建出电影画面 比如家的样子 比如爱人的脸 比如你和他分手时的那个画面 这些在表演里都有一个专有名词 叫做内心视像 内心视像呢帮助演员激发信念感 内心视像越具体 表演呢也就越真实可信 观众也就越相信你 我们一再强调演员的内心视像呢 一定要是角色看到的画面 也就是说这个画面里是没有角色自己的 而是强调角色的主观视角 把角色的身份呢 转化成第一人称我 也就是我构建的画面 我的主观视角 那么演员的内心视像 依靠的是想象力 内心视像呢在表演里呢又分为三种 第一种文字转化的内心视像 第二种呢戏前戏的内心视像 第三种呢是无对手交流的内心视像 内心视像啊可以用在非常广阔的领域里 影视表演 短视频表演 包括舞台表演 甚至演讲 这些领域都需要 我们先来看看文字转化的内心视像 比如演员拿到一段文字 宋别这首诗大家都知道 这个时候呢你就需要把这些文字转化成你看到的一幅幅画面 比如长平是什么样子的 古道在哪儿 芳草碧连天 你眼前要有这幅画面 晚风你感受到的 风的温度 柳树 哎耳边呢又听到了笛声 然后呢 哎再看夕阳 哎整个这一幅画面 都像放电影一样啊 你在眼前不断的放映 这个时候你在说这首诗的时候呢 你的眼前都是这种画面 仿佛呢 你就走在这个长平道上 这个呢就是文字转化的内心视像 而戏前戏的内心视像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在这场戏之前 我们发生了什么事 通常啊是用于情绪的连贯 也可以叫什么呢 也可以叫心理建设 比如电影《归来》里 哎就这么一段戏 陆燕时啊 在知道了有人欺负冯婉婷以后 忍住气去找那个人算账 一路是思绪万千啊 想着见到那个人应该怎么报复 但是呢 到了院子以后 气势汹汹 一切都在玉娘到位以后 就开始敲门了 但是在他见到那个人以后呢 发现那家人比他还惨 哎他就心软了 这就是一场情绪充沛的戏前戏了 你们看啊 演员的这段表演 显然跟刚才的公交车 不是在一起拍的 他就不是一个场景 拍摄呀 一定不会像生活一样 是按照顺序的 所以说啊 陈道明在演这场戏的时候 一定啊 是在这之前就有了一些情绪的铺垫 也就是说 在说第一句话之前的这个状态 决定了这场戏的整体情绪 我们作为表演者呢 一定要把之前发生了什么事给想清楚了 并且呢 作为内心事项把它呈现出来 我们再说说第三个啊 无对手交流的内心事项 这个呢 在影视剧和短视频里运用的就比较多了 所谓无对手交流啊 顾名思义 就是看上去没有对手在跟你演戏 比如在这样一个场景下 现场呢 其实是演员一个人在演 但其实后期我们看呢 是有对手的 这就需要演员啊 有强烈的信念感 这个呢 在影视剧的试戏里 也运用的非常多 一会儿呢 我可以提供给大家几个演员的试戏视频 试戏啊 下面有请腾田司令官讲话 腾田司令官说了 日满一体 同心同德 日本以满洲 亲如兄弟 有牧林邦 腾田司令官说了 感谢这次满洲 为大日本帝国的胜战 做出重大的努力 腾田司令官又说了 希望大家继续努力 创造更大的辉煌 腾田司令官说了 这次 老同事这面 原意不给根 都这么说了 在短视频的拍摄里呢 这个应用就更多了 比如呢 我们在对着镜头说一段文案的时候 我们是要把镜头作为交流对象的 就跟我现在给你们讲课一样 我虽然对着手机镜头在讲 但是呢 我的内心视像呢 是对着你们那么多的同学们 只有把镜头当作我的交流对象了 我的表达才会真实可信啊 感觉像对你们在说呀 这样呢 就会让别人觉得呢 我是在交流 而不是在播报 那么具体 我们的眼神怎么才能做到有落点呢 并且无对手交流 看上去也像是正在和这个对手在交流一样 这个啊 我们在后面的眼神训练里 专门给大家提供了这么一课 我们会在后面呢 详细的说到 对于内心事项在以上刚才三个方面的融合运用 我们还是以第四课的具体的 哎 剧本片段 作为例子 安红此时从家里走出来 他心情低落 他再次看了眼 这生活了十多年的家 不尽黯然身伤 国警为经 拿起行李 叫了一辆出租车 文字转化成内心事项 哎 我们刚才说了 我们要作为安红第一人称视角 哎 走出这个楼门 我们来到楼下 哎 回身看 看一眼这个熟悉的家 然后呢 看到了一辆出租车 哎 向我驶来 然后呢 我裹了我围巾 哎 我上车 你们如果是安红的话呢 你们每一个人啊 试图把这段文字转换成 你的主观视角 咱们走一遍戏 而戏前戏的内心事项 哎 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可以看到啊 我们在家收拾行李 哎 我们可能还会看到 我们拿起了常用的这种东西 放到了箱子里去 哎 这个时候收拾的时候呢 哎 我看到了一张照片 这可以是我们在一起的照片 我看了看 哎 也许想起了什么 然后呢 我把它放在那 我没有带 所有一切 这些构建的这些画面呢 直接决定了 我下楼时的情绪和状态 也就是我的情感铺垫 和我这场戏的心理建设 也许呢 导演不会拍我在家里 刚才我说的这一系列的行动 只拍了我在楼下的画面 但是作为演员的内心事项 作为演员的心理建设 这个是一定要做的 这场戏 无对手交流的内心事项 哎 也是可以用到的 比如啊 在现场拍摄的时候 也许呢 当时是不必要拍出租车的那个镜头的 但是对于演员来说呢 情绪就必须得是连贯的 这就意味着演员需要 哎 看到出租车开来的那个画面 也就是说 即使没有出租车 你也要感觉是有一辆车 从远而近 开过来的 好了 现在大家基本都知道了 怎么调动内心事项了吧 没错 这些都是有具体方法和维度的 好了 下面呢 我给大家一些小练习 你们平时在家就可以练起来 记住了啊 所有的演技 都是靠训练一点点积累出来的 好了 今天呢 又是干货满满的一节课 咱们现在都已经学会了调动情感了 然后呢 也学会了运用内心事项了 那接下来 我们拿到台词怎么说呢 我们会在下一课呀 告诉大家具体的方法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